当大姐和我现在在忙着下一个行程 忙着下一个行程该怎么走 联络了当地的一个司机 他带我们去的地方 有些是我们不能够去的 他以为我们是年轻人 后来我跟他讲我们两个是老头子 有一个是祭普车 我知道我的同事去做过 在印尼啊 我们去印尼啊 已经讲漏嘴了 祭普车 我不要 然后有些庙我也不想去啦 有些庙他要你换salon 然后去振水 然后有一个地方张大姐说 哇不错那地方给你去拍照 拍照后面背景 一个特别的门啊 后面有火山 真的火山耶 然后你在那边拍照 那是要等两个小时排队 而且要花接近几十块了 拍照照片 那个地方张力才花几十块 那些地方我们不考虑 考虑一些海滩啊各方面 一些手工艺品啊 一些餐饮的地方啦 那种山崖啦 一些皇宫 我倒喜欢去啦 真的 手工艺品啊 印尼就是这些东西嘛 从前我去过印尼 阿提亚 哇也是被骗的 辛苦啊真的 那种 那种经验 还好我如果那时不小心的话 今天就没有张大哥了 叫我们跳那个船 船 船啊船 很危险的 我跟张大姐 跟其他的团友 那个导游就抖龙抖龙啊 你们不要 我说我们不要跳那个弹落伞 那个弹落伞 然后那个气艇 把你伸上天空 我们说我们不要去 不要啦 你们要去 不然我不能够交代 公司不能够交代 你们去啦 你坐在那边就可以了 什么都不做 但是坐了 就要坐船去 哇然后跳那个船 哇吓到我们了 我跟张大姐 想逼人 很多人 哇那些有一些人啊 有一个国家的人 很想点的嘛 其实我发现很危险的 因为那江大陆跑来跑去 只要交叉的话 就是that's all 先讲哦 你去旅行啊 你要注意了 你的旅游保险没有赔你 你自己从事那些危险 危险的 所谓的交通工具 或者是热气球这种 没有保险没有赔啊 先讲啊 有些人很不懂哦 去玩那种定制车 什么车 你去玩啊 他如果保险公司认为 你真的有意外 真的有意外 不要说你啦 有人有意外 受伤啊 你SOS自身机送回来 万一发现你是从事这个 赛车啦 这种啊 没有赔你 sorry 所以你要自己知道啦 而且我们这种年龄 真的真的 这个事要注意啦 很多人很想玩东西嘛 但是没有想到 赔不赔你还是一回事 真的我从前有一件 一个case哦 这样我们等人家进来啦 讲一些闲聊的话 在游乐场呢 玩那种碰碰车 你知道吗 在国外 结果车翻你知道吗 那个人折到 扭到啦 骨折啦 麻烦了 医院嘛 外国医院 收费很贵 结果 自己掏压包咯 应该是不懂得怎么做啦 还好还可以走了 拿拐杖 如其的 坐飞机飞回新加坡 继续新加坡治疗 但是呢 保险 不赔 哼 哎呀 我是游乐场耶 我是玩那种 sorry 不赔 他们竟然 保险公司 为什么不赔呢 他可以拿到那个数据 证明这个游乐场 在过去的十年 发生了多少 这种意外 来证明他们 他们的保安措施不够好 不赔就是不赔 你要怎样 打官司咯 你要打吗 你没有办法打 他可以拿到那个保安 那个游乐场 他的国家 凭他这个游乐场不安全 你懂吗 你懂 明白意思哦 我们新加坡没有游乐场耶 很可怜耶 有啦 两个 sorry了 我忘了 我们有 有一个 那个什么 圣团餐有一个 只有圣团餐嘛 其他那种 平时那种不算了 大型的游乐场 他的安全 那些 你去玩 你注意看 他有很多规定的 你自己玩 你有问题 你尤其是年纪大了 高学压什么 你能不能玩 玩那些危险的 游乐设施 不赔你 所以我跟你讲 旅行是很多 很好玩的东西 你看 录影片 纪录片 纪录片 或者人家拍的那些 影片 去游玩的影片 很多高难度的那种 运动 千万要小心 现在开始很多人去旅行 我知道很多人去澳洲做热地球 不是地球 热气球 还有 在澳洲做自身机 15分钟还是20分钟 300块新币 还是300 不赔啊 先跟你讲 不赔 没有人陪你 你有事真的不赔 不知道赔什么 你在国外了 有保险 陪你啊 你去玩 你注意看 他写好了 写清楚了 他只陪你 你看我那时候这样发生 最后一班班 班机取消 然后我要飞到台北 做新航 这个过程当中 我坐高速火车高铁 不陪你啊 他说你从早上 因为我的飞机是5点嘛 我早上离开高雄 当然我坐火车 一个小时啊 我可以坐地铁嘛 不赔你 不管你 汽车也不赔你 什么都不赔你啊 他只赔飞机的钱啊 所以我跟你讲啦 有时保险公司哦 你不要期待太多了 但是你不买也不可以哦 有时就是这样 有些东西很很很奇怪了哦 就是说 好像有一种有一种话说 人啊 不要什么都喂钱 但是没有钱就不可以 人啊不要整天担心你出事 但是没有保险可以吗 不可以啦 你看那一次我报告一个新闻 一个就是没有保险 结果哇那个住在医院部住多久 你知道吗 要公开跟人家募款 筹款 可怜耶 我我没有笑他耶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 去一个旅游保险 去一个旅行 不管你去几天啊 好像我刚刚跟张大姐 这样25天 我们买保险 我不是跟你们讲很便宜的 我过去 对我来讲是很便宜的 一百两百块是很便宜 一天啊好像一天不到十块钱的 一天十块钱你不舍得给 保你 保你自身机飞机送你回来 你不 不要花这种钱你 要一定要花的 不要开玩笑 而且买保险 记住啊 旅游保险 最重要的是那个 一定要有 至少五十万到一百万的赔偿 人家才有足够有钱把你送回来 有时不是人命耶 有时是很多时候是你扭到啊 遮到啊 你上不了飞机啊 你要用自身机 要用SOS送你回来 送我们回来 不要讲你 有送那个人回来 这样 所以我跟你讲 这些东西 理由是很开心的事 但是不要遇到状况 遇到状况 你没有买保险 那你买保险 你要注意到什么东西 你可以做什么东西 你不可以做 真的 所以奉劝大家 因为上月假期要到了 很多人要去旅行的 我的孩子没有买保险吗 那个 没有啦 至少翻新 你不用翻新的 我怕他萌萌也是忘记 会啦 三个人 OK 学校假期啦 很多人要出国啦 很多人要去玩啦 剩下一个礼拜也玩啦 拼命玩 哇 飞机票 要出去的都已经出了 这个我们女儿比较慢了 他慢了 他去几天才了 哎呀 带着孩子出门不容易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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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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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真的要去晴天刚最理想就是台湾的夏天 当然 夏天天气就热 你就受不了